一转眼就又到年末了 兔年春晚彩排已经开始 此次现身的明星依旧很多 不少记者和媒体早早 就等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西门 记录着彩排明星们的一举一动 此次春晚阵容庞大 据了解超过40位明星参加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都有谁 一 杨子 路透现身的杨子 身穿白色长款 羽绒服 双手紧紧插兜 戴着灰色口罩 头发上的蝴蝶结显得格外年轻 生途中杨子的状态还是很好的 全驱的头发非常时尚 口罩遮不住精致的妆容 助理时刻跟在身边 两人颈部前行 进场的时候杨子神色凝重 可能在考虑彩排节目中的发挥吧 搭 晴蓝 身穿宽版的米白色棉服 大大的绒毛衣领显得很休闲 内搭灰色的毛衫 戴着一顶灰色被雷帽 晴蓝的装扮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牛仔裤和外套很配 而且防护座的十分到位 除了口罩 还戴着护目镜 看来晴蓝对这种衣领 真是十分喜欢呀 在其他的拍照中 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装扮 不变的是护目镜和口罩的搭配 三 秦海璐 他一共被拍到两次 一次身穿长款白色羽绒服 配白色裤子和黑色短靴 看上去十分撒气 除了黑色的围巾和白色的棒球帽 秦海璐选择了一个黑红色的包包 虽然看上去有点不搭 但气质不减 后面被拍到的时候 秦海璐换了一身黑红色的长绒大衣 短靴和白色的裤子依旧是内搭 戴上墨镜 裤到没朋友 四 万希 万希的穿搭向来以裤萨风格为主 此次被拍到也是如此 踏上身穿黑色短款棉外套 戴红色口罩 背一款黑色的背包 下面搭配灰色的佳容卫裤和黑色短靴 整体看上去十分干练帅气 配上这一头短发和足够犀利的眼神 简直绝了 赌 素艺 如果说前面几位走的都是帅气风 那宋艺可以说是今年第一位走少女赶路线的女星 她戴一顶毛茸茸的帽子 身穿青色长款棉衣 大大的衣领显得脸很小 内搭印有新型图案的宽板毛衣和牛仔裤 踩一双精致小白鞋 少女赶爆棚 除此之外 宋艺还被拍到 戴黑色款帽子和黑色口罩 上搭小皮衣 下穿蓝色牛仔裤的装扮 显得也十分可爱 六 赵金麦 路透中 她戴着大大的米白色帽子 几乎遮住了半边脸 穿着黑色长款羽绒服 内搭黑色卫衣 只有腰间两条白色带子的装饰十分显眼 还有路透拍到 赵金麦内穿粉色的开衫毛衣 外套依旧是那款长长的黑色棉衣 看起来十分低调 七 热衣扎 身穿米白色毛铃羽绒服 戴一顶粉色棒球帽 内搭牛仔夹克衫 下穿一条灰色的瑜伽裤 进入央视演播大厅 如此穿搭的热衣扎身材 显得十分高挑 特别是修身的瑜伽裤 非常抢眼 也显得它的腿形十分完美 进入工作状态 热衣扎则换上了长长的羽绒服 摘掉口罩后面部依旧精致 一眼就能认出来 搭单衣唇 路透照中 单衣唇身穿黑色短款羽绒服 内搭米白色毛衣 穿着十分干练时尚 或许因为年轻身材好的缘故 单衣唇对这种甜妹风格的衣服 驾轻就熟 就连黑色的手指甲 都好像是特意为穿搭配的 在其他路透照中 单衣唇身穿黑色长款绒衣 拎着YSL的经典款黑色包包 它还边打电话边小跑两步 十分可爱 虽然有的照片中有点显矮 但依旧不影响单衣唇的甜妹气质 9. 西琳娜伊高 从保姆车中钻出来的时候 西琳娜伊高就被拍到了 她身穿长款黑色棉衣 内搭驼色小绒衫 穿一双黑白相间的运动鞋 是妥妥的时尚运动风格 西琳娜伊高走起路雷厉风行 行走间只留给后面的记者一个背影 在其他路透照中 西琳娜伊高穿短绒棉衣 配蓝色牛仔裤 简单的搭配显的俏皮年轻 灰色的棒球棒学生感十足 再配上一副大矿眼镜 看起来十分清纯 也期待这位年轻的女星春晚的首秀表现 是宋祖儿 穿搭一如既往的神秘 一套大大的白色棉衣 几乎将它全部包住 黑色的帽子和白色的口罩 也将连舞得严严实实 不过 有网友发现 宋祖儿彩排完后还去三里屯逛街 这时候才能看到他依旧精致的面容和固盼生姿 明亮依旧的大眼镜 看来对上春晚这件事 宋祖儿没任何压力呀 十一 沈腾玛丽 沈腾和玛丽不愧是老搭档 就连穿搭都很像 两人都选择了黑色长款的棉衣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也都戴了帽子 沈腾戴着棕色的棒球帽 玛丽则用一定宽颜帽遮住了自己的脸 十二 吴磊 彩排中 吴磊的穿搭非常帅气 外穿黑色的长款羽绒服 那搭白衬衫和黑领带 应该是演出服 虽然戴着大大的口罩 但遮不住吴磊英俊的面庞 一个眼神就能让人沦陷 十三 周深 一身黑色的长款羽绒服 留着标志性的蓬松卷发 穿蓝色牛仔裤和白色板鞋 穿搭十分休闲随意 媒体拍到的周深从容淡定 对晚会唱歌这种事 周深应该是手到擒来 丝毫不慌了 十四 徐志胜 邱瑞 赵小慧 有媒体拍到 徐志胜 邱瑞和赵小慧 三人一同来到央视的演播大楼 徐志胜随便穿了一件黄色的棉衣 邱瑞则身着一件橙色的羽绒服 而身边的赵小慧十分低调 戴着口罩 穿着一件黑色的短绒大衣 一直低着头赶路 脱口秀明星是真不把自己当明星 徐志胜直接就在门口 和媒体群众们聊了起来 他两手插到衣袖里 一点没有明星架子 说自己就是来感受下春晚的氛围 比起其他明星的前呼后拥保母车接送 脱口秀明星们 确实接地气 十五 蒋龙 张池 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黑色的棉大衣 不同的是 蒋龙那搭黑蓝格子的衬衫座那搭 而张池看起来十分重二 两人帽子的选择也不一样 蒋龙的比较时尚 张池则戴着一顶尼姑帽 十六 王宝强 王宝强这次多了几分霸气 穿黑色长款棉衣和黑色裤子 登一双再常见不过的运动鞋 下车的时候 他的气场就很强 也引起了媒体 以及围观粉丝的不小的骚动 大家都纷纷拿起手机 对着他一通拍摄 足见大家对他的喜爱程度 十七 张洛云 他穿一件黑色的外套 那搭彩色绣花帽衫 看起来青春帅气 英气逼人 记者们一眼就认出这是张洛云 张洛云则也停一下 给大家打招呼 不过 从眼神看 张洛云还是有点疲态的 本身年底 大家事情就多 可能因为工作缘故 精神也不是太好 但彩排还有很多次 很好奇张洛云能表演什么节目呢 十八 苏友鹏 穿着黑色棉衣 戴着墨镜 食指戴着戒指的苏友鹏 还是很有好的 下车立马跟大家打招呼示意 之后 他又戴上了自己棒球棒 拎上了自己的书包 静止向央视大楼走去 苏友鹏算是比较有人气的明星了 今年在湖南卫视的综艺批歌中 也有良好的发挥 粉丝又多了一个量级 这应该也是央视邀请苏友鹏的原因 十九 毛不易 他身穿黑色的棉袄 戴着标志性的黑矿眼镜 下车的时候还戴着耳机 从表情和气色看 毛不易心情大好 状态也很好 从未上过春晚 此次能亮相央视春晚的舞台 对毛不易来说也是一种进步 二十 许松 穿着黑色的毛绒外套 搭配一个棒球帽 看起来十分随性自然 第二次被拍到的时候 许松则换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 讲道理 在这么多男明星中 还没有人选择穿白色羽绒服出场 不过许松气质儒雅 怎样的衣服都能轻松驾驭 就看他在春晚给我们带来什么经典的歌曲吧 这次连排中被拍到的明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距离春晚还有不到一个月 春晚肯定还会进行多次彩排和连排 让我们一起期待明星们在兔年春晚上的精彩表演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